吉月劇場木蘭 那麼這次就是出了整個經驗 包括整個劇情 包括整個演出者 包括整個舞台各項的片合以後 我就我跟小小小有同樣的一句話 叫重磅出擊 就是把很多的可能我們更有自信 更成熟的分享給大家 那麼我覺得它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 那麼會不會有下一版我不知道 這一版我們每次到那個版書 都自己都自己覺得非常感動 然後感動以後我們會成長嘛 那好再更好是一定的 演出卡斯有別以往 四位主角皆以雙卡斯方式巡演 除了藉由全新投影創作與服裝設計 呈現出現代東方感的視覺效果 導演李小平更抽調戲曲元素 在打擊樂與金劇之間取得平衡 新的視覺其實要曝悉 有些是非常很專業的 像剛剛提到多媒體的那個參與 他因為個人從這將近十年裡面 他的自己的美學品位一直在提升 然後台灣現在硬體設備的提升 那硬體設備想想當年我們在2.0的時候 是1萬流民的多媒體 那顆粒現在來看就很大 沒有人用 現在是4萬 你4萬挑戰是他自己 如何運用這個設備 提供出來感官裡面更多的社區 他用的是一種3D的一種技法 在疊它整個的山亂 以前你就做一個風景示意 就風吹朝地煎牛羊了一下 沒有 現在整個的時空 我說服裝做的是一個 沒有絕對性的朝代跟文化背景 集約劇場木蘭 將於12月30號到111年1月16號 在台北國家戲劇院 台中歌劇院 以及高雄魏武營歌劇院巡演時場 陪伴觀眾朋友一同跨年跨界跨時空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